這個路程其實是朝鮮人一直很關心 因為我們這套從聚落一直到妖嵐市里 一直到柏奧這套路程 是非常漂亮的一套 我以前經常在那邊拍照 好像在那邊拍照 一些夕陽美景特別漂亮 就是在這裡滿花的 可是在這過程裡面 很多山群在那邊走路 跑步我們發現 少了停留了停 所以朝鮮人很關心 大家這樣的一個生活的品質 可以特別建議我們 要處理這個兩座兩庭 我們剛好有這個機會 也建築這個一個 政策型的計畫 我們就把這個單位先建築起來 那我們整體的工程目的 主要就是連接我們城鎮之星 從福澳到介壽 這兩個計畫的專點連接的途徑 來進行一個串聯 連續1跟2這邊主要是 從福澳到復興聚落 這一整段的冰海步道的沿線 那冰海步道沿線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況環境只有福澳 沒有任何的可以供村民遊客 這邊做一個休憩的環境節點 那缺乏這個環境節點就會造成說 第一次大家都只有行走外面 沒有做任何一個停留 那沒有辦法維持這個環境的發展性 那再來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的不管是景區1 而是景區2 周邊明明是這麼好的一個冰海沿線 但是我們沒有確定有辦法看到 縫海端的這一條整個 整個框過的這個海裡面的位置 所以缺少它一個觀景的這個性質 那為了改善上述的這兩個主要現況問題 所以我們在景區1的位置點跟景區2的位置點 做一個平面配置的規劃 那首先在景區1的部分 我們就將外附的這個區域整體做一個環境的整地 那外推出去大約8米的位置 那做一個整體的料望地理台 那在料望地理台的內部 我們也會新設一個景觀兩屏 可以讓虛米及遊客在這邊 可以有一些休憩遮音 那已經鮮化家常的一個服務空間 所以跳躍景區2的部分它的附地比較寬闊 所以我們在跳躍景區 剛剛那個是往外推大概8米的深度 那在跳躍景區2的部分 我們往外推大概13米的深度 那這都是已經有限定它 可以進行一個環境評估考 過後是在安全的範圍性質內 那整體的配置跟我們景區1的配置大同小異 那在也是在新建一個亮望平台後 在內部新建一個可以遮映修氣的一個景觀兩屏 那周邊也是一樣進行一個環境熟知 那唯有不一樣的就是在景區2的部分 那在入口處這邊可以看到 它的附地上有一個跟我們道路面有個高低差 所以我們會在入口的斜接處這邊 新建一個算是一個引導式的樓梯 引導進我們的整體的 入口的環境設施改善 跟據點內部的庫道周邊環境的話 這三項 從我們平常這個很多民眾 從議會到國外對上部 上部當中也可以有一個受氣的空間 遮壓的空間或者遮雨的空間 這個部分 那當時民眾提出來的時候 我也謝謝這個處長 他有把這個相關的稅額完成 當然相關的這個經費也是處長很熱心的 很用心的在爭取的 這個相關如果大家對這個 還有希望還要做什麼或者加什麼 其實都可以提出來 如果民眾大家有什麼想法可以提出來 這個案子很簡單 很單純的很簡單 另外就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就在問 我們這個路是何所做 從油庫到我們海邊這條路 目前公務處已經大概初步的規劃已經出來 所以請他們到時候會再另外三個時間 跟大家做個說明會